好 玉里地区呢 因为强阵是出现了不少的灾情 其中位在松浦以及长梁的两座纳谷塔 有骨灰翁因为地震倒塌受损破裂情形 也初估有154个毁损 那么政公所已经是派员来整理 那么为了防止民众进入物财 正式停止开放纳谷塔 后续呢也会通知家属来召开协调会 以及卫领法会 玉里镇因为强阵出现不少灾情 其中位在松浦以及长梁两座纳谷塔 有骨灰翁因为地震倒塌受损破裂情形 初估154个毁损 政公所已经派员整理 为了防止民众进入物财 暂时停止开放纳谷塔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目前我们做一个清查的一个动作 逐一通知每一位家属 破损的部分的话 通知每一位家属来做一个召开一个协调会 然后看这个后续的一个 统一的一个做法 成梁纳谷塔塔位有7,235座 因为地震受损骨灰翁大约有4座 松浦纳谷塔大约有1,241座 受损数量大约有150座 起了一个措施 如果骨灰坛部分没有受到损害 而有导致或者是歪曲的部分 我们把它扶正放好 第二点骨灰坛如果有各自有破损 或者是有部分的破损的话 没有跟其他的骨灰互相参 混合参与到的话 我们会把它跟通知家属之后 会把它整个把它恢复到原状 由于松浦火化厂2座降温用水塔损坏 无法操作使用 以及订购新的水塔 待宋达以及市运转无误之后 另行公告开放 天灾无情发生骨灰翁倒塌意外 环境所会谨慎处理 个别通知家属 去者高雄双预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